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是要有提考验呢 提考验之前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概念 概念是什么呢 我已经把性效度做好了 性效度做好以后 题目 题目刚刚我写在上面这个题目 这里 这里 自我价值 剩下多少 V13 14 15 18 19 这几个是这个题项 1 2 3 4 5 题 接下来呢 是主顾关系 主顾关系呢 是V7 V8 V11 V7 V8 V11 第三个因素是工作环境 工作环境呢 工作环境呢 是V9 V12 V9 V12 V23 好 你要统计之前喔 我要知道说 假设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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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 上班时间是 上班的公司是否是上市 是否是上市 是否上市 是跟否 那个规划中我们不管了 假设没有啦 或者说性别是男跟女生嘛 这意思喔 两个因素的时候 我们用提考验 像这个是三个 每一个都三个一样 以上呢 叫做单因子变异素 叫做F考验 叫做F test 好 不管是T考验或F考验 只要任何一个考验 这个意思是什么 自我价值等于 这几个题目的得分 要相加 要加起来 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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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起来之后呢 这里有1 2 3 4 5题 对不对 这里只有3题 对不对 那是不是 如果你这样加总的话 它的 每一题项的分数最高是多少 5分嘛 那1 2 3 4 5 如果最高分可以得到多少 25分耶 最高分25分耶 这最高分可以得到15分 这最高分可以得到15分 那你怎么比啊 这几个绝对不可能比嘛 然后呢 这三个 这个加总 总共加起来呢 这往下加起来 这个分数呢 是总分嘛 15 15再加25 最高可以到多少 可以到55分耶 是不是 那55分代表什么 一点意义都没有 15分 一点意义都没有 25分也是没有意义 非常同意 5分 对不对 同意 4分 那后面打错了 无意见3分 不同意是2分 非常不同意是1分 那我请问你 55分代表什么 那15分代表什么 25分代表什么 完全没有意思耶 怎么样才会有意义 它是5分 还是4分 还是3分 还是2分 才会有意义 这真的很重要概念 真的很重要概念 花一点时间嘛 用心在这里就好啦 来 如果说 你的题目 加总以后 除以 除以多少 5的话 是不是 1 2 3 4 5 加总除以5的时候 得到的分数 最高多少 最低1分 最高5分嘛 这里呢 一样的道理 我们把这个地方 加总除以3之后呢 最高也是1分 最高也是5分嘛 这里呢 除以3之后 最低也是1分 最高也是5分嘛 是不是 那 这个1到5分 不管怎么加 然后就把这三个加总 这叫做A 这叫做A 这叫做B 这叫做C 这里呢 A加B加C 除以3 会得到最高也是 这叫总分 这叫做 工作满意度的总分 工作满意度总分 最高也是5 最低也是1嘛 是不是 那如果这样 有没有意义啦 有没有意义啦 有了吧 假设得到4.8分 代表他是非常满意啊 非常同意啊 他得到是2.3分 可能是偏向不同意啊 他的分数3.1 代表说 他大概是Social JustSocial 麻麻糊糊啦 同意之间啦 不同意同意之间啦 大概是可以啦 懂意思了吗 所以为什么要加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概念 问卷上面的题目 如果你没有加总 再除回来他的提数的时候呢 你加总得到的分数是没有意义的 你必须要除以提数得到 跟你符合你原来问卷 这个12345的分数 相等 或者从里面判断 它才是有意义的 好不好 好 这概念有了哈 有了之后呢 我先告诉你怎么加总 先告诉你一个比较有趣的加总 怎么加总 来看这里 加总呢 在这里喔 看好喔 这里有一个叫做Transform 就是转换 转换 加总在这里Compute 转换里面有一个加总 加总呢有两种形式 什么形式呢 一种形式是叫做 假设我加总的时候 我要给他一个新的名称 新的名称 这个名称叫自我价值 我解 self value self value 这样子好了 会自动会产生一个叫做self value的东西 你用中文打中文就可以了 中文版可以打中文 它会等于什么 会等于 括号 然后 我刚刚讲多少 13 14 15 18 19 13 进来 加 14 进来 加 13 14 15 18 19 加15 进来 加 18 进来 再加19 进来 然后呢 除以12345 除以5 OK 好了 得到一个结果在哪 在这里 看哦 这代表这一个人 他的 他的 刚刚那几个数据加出来 是得到 4分 这个4.2分 这5分 通分之外 出来了 这个叫做个人一个 第一个叫做个人自我价值 同样道理 我再加一个 假设 这叫做主顾关系 主顾是customer 然后呢 什么 跟 跟那个employ 的关系 relation 好 会等于什么 我用打的也可以啊 譬如说 7 8 11 11 7 8 好 通通不要 注意3 得到一个结果叫做customer relationship 在这里 看到没有 再来 第三个 一样还是要做 因为我必须要把它做完整 这个叫做工作环境 work environment 好 这里面是多少 9 12 13 9 12 当然你也可以用选的 23 然后除以3 OK 出来了 在这里 好 OK 出来了 这一定要做的 这不做你后面没办法统计的哦 因为题目不是看单题的 是看一组一组一块的 那我问你 我刚刚讲过 总分 总分叫做什么 总分是 我们另外再给他一个总分 这总分叫做 工作满意度 叫做work satisfaction 好 叫做什么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这样做咯 我跟你讲 这还是不要了 你当然可以 V13 V4 15 18 19 加7 加8 加11 加9 加12 加23 除以多少 除以11 是不是 当然这个除也可以 可是我不要这样除 我可以这样除 我可以这样除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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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 这个 除以3 OK了 再出来了 在这里 这四个 这四个 才是真正你要统计的东西 你要去了解说 好 假设 两个男生女生之间 对工作满意度有什么差别 我就统计这个就好了 我如果说 我也要了解说 他在自我价值有什么差别 他在工作环境有什么差别 他在这个 主顾关系有什么差别 我就可以直接统计这个 前面都不用看了 不要忘记 这个时候 一定要再存一次党 而且呢 最好是存什么党 当然 如果是你要存另外存党也好 另外存党 我想说不用存另外存党 我既然 这样我就直接存党就好了 我把它存起来 我已经加总了 我已经把它存起来了 这才是我要统计的 后面还会有 譬如说 这种概念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有 这个因素分析 性度分析 分析完以后 因素分析完以后 假设还是这四个 那你就这四个啦 那将来会有多出四个嘛 那这工作态度呢 假设还是这三个 那三个 这边就有七个 七个之后 七个这里面会有 这里面有三个 然后一个总分 再一个四个 再一个总分 这边才是我要统计用的东西 好 我用很快速的时间 再回复一下 一定要加总 而且概念很重要 你加到总分 那个意义 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 因为跟你问卷不符合的 你一定要把它 除以提数之后 我还曾经看过 有硕士班的学生 做好报告 结果是写错的 那个差距太大了 你怎么 他没有去注意这个问题 结果呢 解释是一个问题之外 他直接做统计 统计出来呢 那个差异分析根本完全是错了 完全错了 这样才能够统计的 好 接下来 我要讲 什么叫T考验 什么叫F考验 我们只会用到这两种 那后面呢 很抱歉 后面还有很多 什么Regulation 回归分析 Corelation 叫做相关分析 还有其他所有的呢 只要你自己练习过以后 你随时找我 你下课以后随时找我 我很快就告诉你 甚至于你电话 你在904做的时候 你电话call我 我可以电话中跟你讲 答哪一个 答哪一个 你得到什么结果 你会出现什么结果 那结果怎么解释 我都可以告诉你的 那很快 不过你现在 刚刚到现在 这个观念一定要有 有了以后呢 我来解释 T考验 注意哦 T4小写哦 T4小写哦 F-test F-star写 F-test又叫做anova 叫做单因子变异数 单因子变异数 这些通通名称 都是叫做什么呢 这种考验 我先讲这两种 这两种通通叫做 平均数考验 它们都叫平均数考验 因为它在算的时候 你看哦 这也是平均数啊 对不对 都是平均数去做考验 然后呢 T-test是两组独立样本 独立样本 两组独立样本 平均数考验 正确的名称 这个可以插掉了 好 我这样讲好了 如果现在隔壁有一班 隔壁有一班 隔壁有一班 A班 我们这边 B班 然后呢 A班的成绩 假设平均 72.5 我们这一班 平均73.5 哪一边比较高 我们这班比较高 对不对 高一分嘛 是不是 那叫做数学 那叫数学 如果说 我们商管学院的同学 你要讲 有没有差别的时候 可能不能用数学去看 他们73.2 他们72.5 我们73.5 我们高他一分 没有错 数字上叫高他一分 但是商管学院的同学来讲 他是要看统计 是不是达到有选注的差异 选注的差异水准 那什么叫选注差异水准 他是用平均数做一个考验 跟样本数有关 跟其他有关 我们用一个公式去算出来的 结果发现他们没有差别 为什么没有差别 没有差异 没有达到选注水准 这是统计上面在讲的 好 那如果说 这叫两组 那边有一班 这边有一班 那两组 假设三组以上 三组以上 三组以上 这是A组 这是B组 两组的时候 两组的时候 他可以用一个叫做 T考验就决定了 谁比较高 如果达到选注水准 平均数高的就是高 平均数低的就是低 73.5跟72.5 会不会选注 不一定的 要看他到底有多少人 人数是有很大的关系 N是很大的关系的 他有公式在算的 好 假设A跟B是可以用T考验 一看就知道 平均数高 高不高 可是ABC的时候 怎么办 也可以用T 只是他要第一个 要先比 第二个要比 第三个要比 比了三次以后才知道 那我们在统计上面 不需要这么麻烦 我可以直接用F 直接就可以把三组以上 一次就看看有没有选注 如果选注再往下看 到底哪一组有选注 哪一组跟之间有关系 假设我这个时候是用T 我可以这两组一起T 这两组一起T 这两组一起T 太麻烦了 我就直接用F 那F考验的时候呢 我可以考A跟B跟C跟D 四个在比较的时候发现 诶 有差 四个有差 到底谁差 他就往下再分析 A跟B比 A跟C比 A跟D比 再来B跟C B跟D B跟A 再来C跟AC跟B C跟D 一直比下去 他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表 一下子告诉你 这叫做F考验 两个以上就是三 三组以上 那你就可以问我说 那我两组可以不可以用F 既然T 两组以上可以用T一次 T两次 T三次 T几次 很麻烦而已 他可以用 他可以用 那反过来说 我只有两组A跟B的时候 我可以不可以用T 用F来考验 可以啊 F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考验T也可以 考验F也可以 考验两组也可以 考验三组以上也可以 这是F的好处 T的话呢 只能考验两组 这样知道吗 好 如果这样的话呢 我直接做F给你看 很简单的做法 来 怎么做呢 在这里哦 我把进入 同样进入这个叫做分析 分析里面呢 我刚刚讲过了 平均数考验嘛 然后你进去以后 分析里面 中文的话就是平均数考验嘛 平均数考验进来呢 会有平均数考验 有单一个变相的考验 有独立样本 这就是我讲的 独立样本T考验了 就是这个 然后呢 成对的考验 这个后面我会告诉你 如果要有兴趣的人呢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慢慢就可以 可是我现在只能告诉你 先做这个跟做这个 慢慢来 One way ANOVA One way ANOVA 就是F考验 One way ANOVA 它的名称 中文名称 叫做什么 这是One way 它的中文名称叫做 单因子变异数 单因子变异数 来 单 One way 变异数分析 为什么叫做单因子变异 你看哦 你们这个题目里面 你们这个题目里面 第一个是说 你们上班公司的 类别归属为电脑啊 转体 这里面有几个题项 2 4 6 6 6个嘛 它几个因子 这6个选项里面几个因子 贊成1的 贊成6个的举手 贊成1个的举手 没有 它就是1个 虽然它6个选项 它因子是什么 类别嘛 公司类别就是因子啊 所以叫单因子 6个选项 然后呢 第二个你上班的资本额 资本额是一个因子啊 叫做资本额嘛 只是它选项有多少 7个选项 所以我现在讲的是 2组几个选项 那个选项 就是 现在讲这个 3组以上的选项 或者3组以上 就是这个 F考验 但是它还是属于单因子啊 为什么单因子 资本额就是一个因子啊 只是它选择 选择有7个而已嘛 第三题说 公司是否上市 上市是一个因子啊 因子叫做上市啊 但是有三个选项啊 然后呢 上班公司的性质 产品性质 就是一个单因子啊 叫做一个因子啊 懂不懂 所以单因子变异数的意思是 单因子是指那个因子 那里面那个主数 主数是选项的主数 我们在考验的时候 都是看主数的多少 因子是指第一个因子 只有考验一个而已 那什么叫多因子 二因子变异数 三因子变异数 那我就是同时把一二三 把归属 类别归属 资本额跟上市 同时考量同时跑 那叫做多因子啊 三因子变异数啦 那是硕博班 硕士班高级的硕士班 跟博士班才会做这个 大学部不会做这个 要做这个 除非它是统计系的 它可以做这个 我们一般人不会做这个 那个太复杂了 你做出来以后也不会解释啊 我解释 领域它的行为 只有一个某一个现象的行为 那没有问题啊 可是呢 我在把领域在班上的行为 领域在办公室行为 领域在其他环境 生活环境行为 三个不同的因子 加起来来解释的时候 哦 那个难哦 我不容易解释哦 它们互为影响嘛 那就是多因子的方式解释 那叫做多变相 好 我还有一点时间哦 来 1位 进来咯 看好哦 三个因子以上哦 然后谁 假设 类别归属 用比较少的好了 上市公司比较少 上市状况进来 这叫做factor 叫因子嘛 上市只有三种啊 一个是有 一个是没有 一个是上市种嘛 三种嘛 但是因子就是要上市嘛 那好 我要考验谁呢 考验这三个东西啦 好 这三个再加一个加总 我如果不要 我先做一个就好 比较简单 做一个 加总 加总 到底我们的工作满意度 这三种不同公司的工作满意度 有没有差别 我就把 三种的加总 工作满意度的总分数在这里 然后呢 上市公司的状况放在这里 然后我就可以开始做咯 怎么做 我选择 选择 这个部分可以不用选 但是 这个要选 为什么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叫做post hoc 就是说 事后比较 因为我三组嘛 ABC三组嘛 A跟B跟C嘛 ABC三组 上市 没有上市 这个是准备中的 我用F考验 结果发现 有哦 有差别 他们之间达到显数水准有差别 到底谁比谁好 那叫做什么 叫做事后比较 事后比较就是这里 这就是事后比较 有这么多种事后比较可以选 那每一种有它的意思 如果你真的要了解 你要查 LSD的事后比较是怎么样 比较适合 哪一种比较是适合 那我们通常会用这个 雪肺的事后比较 最常用的是雪肺的事后比较 一选择以后呢 就可以了 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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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怎么选 不需要怎么选 都可以 那好了 这样子 我就开始跑了 OK 跑了 跑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子 很简单 出来了 anova 组内的 组内的 平均差 叫做 sum of square 应该叫做 叫做 平方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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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内的平方核 主间 主间 就是ABC之间的平方核 主内 就是ABC 各组里面的平均平方核 总平方核 然后F值在这里 这叫F 然后这个叫什么呢 significant 就是有没有显著 显著 在这里跟同学们提一下 商管的 商管的显著值 才 点零五 显著值 以商管来讲 点零五 零点零五 但是我们 零点零五 我们都是点零五 我们不会把前面零 写出来 只要是 怎么样叫做显著呢 小于点零五 小于点零五 小于等于 等于也可以用 小于等于点零五 这个叫做显著 好 来看这里 这个显著值多少 点零六二 对不对 小还是大于点零五 小还是大 大 大嘛 大的话就是不显著嘛 不显著代表什么意思 不显著代表他们间没有差别 ABC三组没有差别 大于点零五的时候呢 就是不显著 不显著就是没有差别 那告诉我 不是告诉我们了 这三组呢 没有差别 有没有上市 没有上市 或者准备中的 在工作满意度的 总值 总分里面是没有差别的 就简单了 那市后比较呢 这市后比较呢 也一定不会有差别 知道吗 你看 这里面没有任何信号 代表说 没有一个达到点零五一下 没有差别 那我们再跑看看 诶 这样子 统计数字出来了 结果也出来了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说 工作满意度 不同组别 不同的上市公司的工作人员 不同上市公司的工作人员 或者科技人员 对工作满意度没有差别 经过F考验 经过单因子变运书考验 没有差别 那就结束了 那你就想说 将来你要解释说 为什么他没有差别 你就要解释 那如果说 我把再更细的分 可以不可以 可以的 来 你看 刚刚不是只有选他吗 我如果 我把这四个通通选上去 一次做起来 可不可以 可以的 你看 考验三 两秒钟就出来了 结果 诶 你看到了 这个东西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个是点多少 点零四 是不是小一点零五 小了吧 那代表说 这三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 自我 自我价值 没有差异 第二个因素呢 叫做 什么啊 主顾关系有差异 有差别 有没有上市公司 对主顾关系的满意度 是有差别的 其他都没有差别 好 那我们看这个 主顾关系的部分在这里 有没有信号 看到了没有 有吧 一二三比 一跟二比 一跟三比 二跟一比 二跟三比 三跟一比 三跟二比 比出来结果 这里有信号 前面跟后面比 如果前面跟后面比 比较大的时候呢 它就正的 前面跟后面比比较小的 比较 前面比较小的时候 是负的 这两个值会一样 这是正的 这是负的 代表什么 代表 它们之间是有差异的 而且谁比较大 一大于二 一是上市公司 二是没有上市公司 三呢 没有差异 三跟一没有差异 三跟二也没有差异 只有一跟二有差别 那意思是什么 很简单 我解释给你们听 在工作满意度上面 不同背景 哪一种背景呢 不同上市公司的科技人员 对工作满意度呢 整体来讲没有差异 但是最细部的因素里面呢 对主顾关系是有差别的 主顾关系呢 经过单因子变运处分析 事后比较以后 发现 它的上市公司的员工 对比的满意度高于 非上市公司的满意度 然后呢 其他的没有差别 解释啊 好 这样懂了吗 可以哦 很快速的 我就可以做出F考验的做法了 那如果说 假设这里面呢 只有两组 照样可以用F考验 好 我再做一个 另外一个给你看 刚刚讲的是 这个上市嘛 那我们做多一点的 多一点是哪一个 第一个好了 第一个好 它是类别归属 我们再做一个类别归属 很简单的做法 类别归属 One way on over 然后把这个换成 类别归属 进来 那就跑啦 就可以啦 跑出来结果 你看 有没有差异 都没有差异 都没有差异 后面绝对不会有信号 这个通通都是一串 都是给你参考 没有用的 那很简单的告诉你 这里面虽然有六种 一个因子里面六个选项 可是这六个选项 不同背景的人 都没有差别 这样懂了吗 很简单 好 我已经把F考验告诉你们了 到现在为止呢 如果 如果你的专题制作 只要做一个差异分析 你已经可以做了 你已经可以完全 真的完全可以做了 剩下分析而已 分析我刚刚用描述的 我用描述的 你看到小1.05 那表示有差异 然后你再往下看 有没有事后比较 事后比较 有没有差异 如果有 当然是有 如果没有 有没有可能 当然可能啊 虽然总的是有差异 事后比较没差异 代表什么 它们之间小小小小 累积出来是有的 但是彼此之间是没有的 这种概念 所以通常人家会再讲 如果 F考验得到显著水准 可是后面呢 事后比较 打一个NS 代表说 事后比较的时候 反而是没有 NS 就No Significance 就没有达到显著水准 这么简单的做法 好 我刚刚说 同学们已经可以真正做一个 专题制作了 从哪里开始 回想看看 从第一周开始 怎么命题 然后 命题之后 研究目的怎么去写 然后呢 这个时候 接下来 你要去做文献探讨 文献怎么去找 文献找好以后 怎么去分析 怎么去找出 结构 结构有以后呢 开始要去做什么 文献设计 那文献设计的时候 其实是考虑到工具的问题 那工具前面要做什么 做 到底你要用量化 还是要用直性的 选择完以后才开始 做什么 做文献的设计 文献设计完以后呢 开始做统计 统计就是这个 统计有几个 第一个要做我的 是性交度分析 分析完以后 再修改题目 再去做测验 施测 施测完就做这个统计了 统计完以后做分析 那你报告就出来了 我已经整个学习目的 已经整个都完整告诉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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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